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張志愿的兩個發球分都沒有把握住 我也看到水谷准接莊智燕的發球也是接得非常好的 他的這個節奏的掌控 這是莊智燕的接發球失誤 又是一個高拋的發球 這個水谷的高拋發球真的 看起來很慢喔 但是暗藏玄機的很 不妙了4比1 在這一局目前莊智燕的發球分都還沒有掌握到 一個比較有效的契機 好 掌握到了1分 我們現在2比4 這時候雖然是落後 但是就是希望智燕還是能夠承住氣 因為比賽是比7局4勝的 4比2 水谷發球 好 這個球讓水谷准 擊球沒有辦法抓到很確實的點 4比3 我們可以看到水谷這名運動員 他的韌性真的是非常強喔 你很少看到他在前三板就出現失誤的 快打的旋風就是莊智燕的球出界 對 對 好球 好球好球好球 4比5 你看在底線的這個水谷喔 他在完成每一個防守他在回球之後 你看他的重心很快的就回到中線來 很快的就回到中線來 對 他就是說在防每一板的時候 他第一個他不超之過擊 然後再來就是他每一板的這個小碎步的這個倒位 也是調節的非常漂亮 你看這個球又來了 他就是擺住智燕智燕回長球之後 他不急著這球跟你拚 他就輕輕的跟你拖起來 對 對 他是用點的方式 然後來破壞智燕的節奏 以及智燕腳下步伐的調節 然後讓智燕去發生失誤 對 對 你看這球 他 這球在進攻段的部分 在反手又加快的節奏 所以就是在賽前我提到 就是水谷這名運動員 他球性非常好 他這個節奏快慢的掌控非常的得意 現在的分數差距慢慢拉開了 水谷現在領先4分8比4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智燕 就在目前他這個發球 這個線路還是比較保守的 基本上都是落在水谷的中間跟正守位 對 他不會像說前面碰到奧俏洛夫的時候 他可以常常大膽的突襲 就是長球啊 不管是中路的長球還是反手的長球 對 我覺得他也可以試圖去做一些這個嘗試 不然你現在保守的這樣打的話 你對於戰局你還是比較下風的嘛 當下風的時候就是要去勇敢的去做改變 有一個新的嘗試 對 完全拉開了 5比9 希望智燕還是能夠一分一分的把他咬回來 5比6 5比6 提出 觀眾席上有一些聲音出現 而且剛剛這個球有點插網 對 好球 可惜啊 可惜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水谷准 他在這個正反手 這個進攻 這個實力是非常均衡的 水谷又有四個局點 這球出界了 那麼水谷又以11比6 拿下了第三局 這也使得這場冠軍之戰 現在水谷准呢 是以局數3比0取得領先 剛剛賴教練特別談到 就是說 形式上已經對莊職員不利了 那莊職員應該在打法上面 可以更尋求 一些改變 對 就是我們有時候 在就是在這種 就是形式上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知道隊員就是說 那你就把他當作輸了再打了嘛 反正最差也就是輸了嘛 你已經沒有退路了 你這樣打下去也對於目前的戰局 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這種方式嘛對不對 你寧可就是說你不要 發揮出來的輸沒有關係 這樣我們還可以再去做檢討 但是你這樣保守的輸的話 其實你自己對於選手的 這個心理上的衝擊是非常大 就是說我一樣是輸球 但是我沒有吸收到寶貴的經驗 而不是說我這樣輸球 我又整個就是悶悶的 然後自己的整個自信心 也是會相對的來位 會下降 第四局是水果准發球 這是一個非常快速的 用擬的方式來做一個落點的 一個落點的 落點落得非常好 來 連拿兩分喔 可惜 可惜可惜 但是這球的這個意識 是比較好的 對對對 他這球是採取比較主動 好 2比2 阿可惜可惜 這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你看這球從頭到尾水果准都沒有發力 從頭到尾都是在借智淵的力 對 反而最後一板是智淵在側身 這個調節這個前後步伐上 然後而出了差錯 好現在水果准是連拿4分 反而是4比2領先 他的發球非常的隱密 對 你看這球他又選擇一個 就是比較主動一個側身的這個轉進攻 你上一個球他還是這樣慢悠悠的 下一個球他馬上就一個側身做突擊 2比5 所以這球又是一個幸運球 對 插網但是掉在界內 在關鍵的第4局阿 莊智淵先拿2分之後分數就凍結在那兒 水果連得6分 好球好球 好球 好球 終於有一點突破了 3比6 還是要一個球一個球把它磨回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場球 從目前到現在水果准也是把他個人的這個風格以及特點 發揮得零零盡致 好 莊智淵再拿1分 在水果的兩個發球分當中 莊智淵全拿了 覺得智淵要嘛就是在發球的線路上可以去做一些變化 或者是在發球旋轉 他可以多發一些不賺的 因為前半段水果老是擺他正手短的 然後智淵就是也沒有討到太多的便宜 對你看就像這個球 他就輕輕的往你中路或是正手位一擺 然後他下一個球他就接著在反手位等著你 對 所以智淵他在這個節奏上 然後以及這個 這個短球這個回球的這個線路意識上 還是比較保守的 另外就是他的這個揭發球 他擺球的點那個質量都擺得不錯耶 對他擺你看他擺這個就是要出台不出台 他剛一點點出台但是感覺上是智淵在進攻 但是智淵沒有辦法發多大的力 對你力使不出來 對所以他反而就是直接側身轉進攻 哇現在9比4了 哇10比4他現在冠軍點出現了 感覺現在水谷一定有點打性了 對他怎麼打怎麼對 對 好球 好5比10 所以你說智淵如果在前半段的時候 就可以出現這種球 或許也會去有效的改變就是水谷準的線路 11比5比賽終了 最後的冠軍呢是由水谷準拿下 他一直落四 在冠軍戰中呢是擊敗了莊智淵 贏得了2014年台本國際桌球 明星邀請賽的冠軍title 贏得了4萬美元的獎金 可惜莊智淵呢是獲得第二 贏得了2萬美元的獎金 那這場比賽一路上打下來 水谷準好像一直都處於一個優勢在那個地方 那莊智淵遲遲解套解不出來的原因在哪 對 主要就是說莊智淵今天主要就是說 在進攻段的這個線路 從前半段我們可以看到 在進攻段的這個線路 始終就是維持在水谷準的這個反手位 所以就是相對於水谷準他本來就是保護 反手保護的比較一名好的選手 所以變成你一開始在前三板 你沒有辦法去有效的去調動他的時候 你跟他打到後面他的中後台這個箱子球的時候 志淵相對就會顯得比較略居下風 然後從第二局開始之後 水谷準這個打法也開始變得變比較主動 他很多在發球段的時候 然後選擇性就是用側身去做進攻 對我們說過就是左手這個側身 他在進攻的時候這個出手這個角度 是非常難令人難以琢磨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接發球的策略上 他主要就是擺住志淵的這個正守衛 然後志淵你看到就是他 因為他擺的質量夠 所以志淵也沒有辦法大膽去做挑球或是攻擊 所以變成只能回擺 回擺的話 水谷準就是利用他這個反手這個節奏變化 輕輕把你拖起來 然後就是去破壞你的節奏以及腳下的這個條件 我覺得今天這個就是說水谷準在這個策略 是就是進行的非常成功 那麼在稍後呢馬上就要進行的就是頒獎的儀式 以及閉幕典禮啊 當然這一次非常感謝高雄市政府 以及主要的贊助廠商台本 那麼台本呢在這一次呢 能夠成功的策劃了這一項的比賽在高雄進行 那一方面圓了莊志淵 一直以來啊 希望能夠借助他的國際的人脈 邀請這些選手到寶島台灣來打這種 讓大家覺得說這些人這些選手 我們過去都知道都讀過 但是呢沒有親眼看到過 這次呢我們終於有機會啊 親眼看到這些選手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 對沒錯 所以就是也希望有這項類似像這樣子的賽事 希望就是有更能夠呼籲更多的企業 能夠拋轉營運 然後就是在台灣能夠進行 就是更多這種相關的這種 至於世界的這種比心的這種賽事 那首先呢就是主贊助的企業 台本的董事長林文淵先生 林董事長呢也是非常熱愛桌球運動的人 那另外呢就是高雄市的副市長 以及2014年台本男子桌球運動金交警賽 冠軍得主水谷準 那贏得冠軍的是水谷準 他可以獲得四萬美元的獎金 請接著我們將進行頒獎 首先第一位我們請我們的林文淵林董事長 將我們這次的冠軍獎盃頒給水谷準選手 我相信林董事長內心的世界裡面一定是非常的希望 是由這個莊智淵把這個獎座給接過去的 我相信不只是林文淵董事長 就是我們國內的球迷也都希望智淵能夠把金盃留在國內 但是比賽就是比賽 他在競賽的過程當中發揮更加全面的水谷準 所以他贏得冠軍 贏得冠軍盃 拿到四萬美元的獎金也是實至名歸了 對希望就是我們台灣的就是國內的球迷觀眾 也可以透過這麼高精彩度高張力的這個賽事 然後就是讓自己的就是球技能夠再突破再緊進 目前支持的就是林文淵董事長 那我也要謝謝這次八位的選手 給我們這麼奇妙的回憶 這麼高水準的比賽 那當然我也要謝謝我們在座的這個觀眾朋友 有你們的支持 他們選手才會有這個動力繼續打下去 也要謝謝這麼多的媒體 還有我們的主辦單位 我們的媒體記者協會 他們這麼辛苦 全部的工作人員 完美的安排完美的比賽 我在這邊謝謝他們的辛勞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雖然志願沒有把冠軍留下來 不過他打敗了德國的奧架 我想也是很美的事情 因為最近的三次比賽呢 志願輸給他兩次 這一次在我們高雄贏了回來 所以雖然美中不足 但是我還是很高興 那我要在這邊跟各位說 來參加比賽的每一位選手 都非常喜歡高雄 他都希望再回來 所以我跟他們說 我們期待明年再相見 我們在這邊 林文苑董事長已經是開出了 明年要繼續辦理的支票了 我們都聽到了 對 沒錯沒錯 謝謝各位 大家一起當見證 對 我們謝謝林文苑董事長 在這次活動當中 這麼大力的支持 現場的觀眾朋友 我們是不是給林董事長 最熱的掌聲 真的不容易 單一個企業 然後幫莊職淵呢 圓了一個夢 這個夢呢 將會持續地進行下去 有請李副市長 對 秋果就是最受惠的還是 就是 球迷朋友 對 坦白講 我在過去幾天也不斷地強調 這麼長久的跑新聞 逆程當中 也從來沒有看過 隨著這麼整齊的一次 男子足球界的這麼多的好手 在台灣 謝謝 來打這樣一個比賽 那麼接著 也希望能藉由這種相關的賽事 提高就是台灣在桌球的能見度 好 我們也先恭喜 目前致死的是高雄市的李永德副市長 那麼特別感謝我們台本公司 帶來這一場 跟奧運等級的 這樣一個賽事 讓我們高雄市民一保眼福 那麼也謝謝所有的選手 認真努力地演出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雖然資源沒有拿到冠軍 那麼當然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台灣呢 會跟資源呢 在未來的一年 加倍努力 希望明年呢 加倍奉還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謝謝所有的觀眾 謝謝所有努力的人 謝謝大家 多加多加多加 謝謝 謝謝李副市長 那麼在這一次活動當中 不論是台本公司 這次也另外由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大力地支持我們的場地 我們是不是也熱熱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李副市長 謝謝 我們在每一年的開春之際 其實在國際間有很多的地方 都是非常地寒冷 所以剛剛林董事長說 這次很多從歐洲 或者是緯度比較高的 像是日本來的選手 他們喜歡高雄 我覺得可以迎接 這個時候寶島台灣 在南台灣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天候狀況 對 所以在這麼好的時間點上 選擇辦理這項的比賽 真的希望明年能夠在 林文淵董事長的名之下 在方之淵的高人氣以及高人脈之下 能夠讓這項比賽持續地進行 好 這是2014年 在高雄所進行的台本國際桌球 明星邀請賽 我們在這三天的轉播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也非常地謝謝賴教練 謝謝您 謝謝 如前面 拜拜 拜拜 拜拜